台日職棒交流 除了場上尬球技 場邊同樣激烈 這次中華職棒選手和啦啦隊 都是連隊的陣容 要好好和日式的應援 切磋切磋 那我們今天上午 有在我們場外進行 就是跟日本女孩的交流 座位上都可以看到 不論是有各隊的球迷們 或者是舉著國旗的朋友們 然後我們就覺得 哇 在異常看到大家 真的覺得很感激 尤其是唱國歌那一part 臺灣女孩有備而來 不讓櫻花妹專門預先 兩個不太一樣的加油風格 球員球迷的感受最為直接 就是因為來到別的國家 不管去哪一個國家 有臺灣的球迷 我覺得還蠻感動 是因為我們在海外 他們還可以坐飛機來 幫我們加油 就是對 謝謝他們這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台式的話 在日本的巨蛋比的話 可能會比較特別一點 是因為我們聲音比較大 雖然我們人少 可是他們就是安靜看球 可是有好的球員 不管拳內打或是nice 他們才會鼓掌這樣子 風格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臺灣的風格 真的是比日本嗨啦 可是日本就是純粹是用 他們那個傳統的樂器 喇叭什麼的 臺灣是配合什麼電子 我覺得很有特色 我覺得他們好像都 只有在中場的時候 有一些表演 但是我們的啦啦隊會一直帶球迷 就是整個氣氛會很活潑 然後也吸引到滿過日本的球迷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彭正銘加油 要得分喔 說加油看臺熱鬧氣氛 看日志比賽 吃便當炒麵章魚燒 配上冰涼啤酒是不錯的選擇 這難得臺日棒球交流 應援風格各有特色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呢